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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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一同被遺忘的基金 就是旅游基金10萬美金 那時候Fidelity 可能在國外你知道 他說這個卓曉叔 如果你願意存款 你10萬美金到我們這個帳戶 我們送你10萬萬 結果那個時候那個錢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之後 Covid-19我去找錢 才發現說 怎麼進不去 五六千變多少 十五萬六 五十五千 對 我就覺得說這一定有問題 我就回去把那個 這不是我的東西 Yuri你覺得這個成績你可以接送嗎 十年一倍 二十年變六倍 三十年二十三倍 如果你現在丟 譬如說像剛才我們大概小聊 知道他這個是 錢多 膽小怕狗咬的 對 他錢多 又有點實力 又有點實力 手又癢 假設你看 Yuri兩百萬 二十三倍是四千六百萬 對 如果你是三百萬呢 二十三倍就差不多 六千九百萬 夠用嗎 六千九百萬 夠吧 啊 歡迎收看TALK一杯 我是主持人鄭偉博 我是Yuri 今天我們非常邀請到的這一位來賓 他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他不僅是華爾街的這個金牌操盤手 然後也真的幫了許多高資產的這些人 是進行這個財務的這個操盤 也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但是我們今天邀請他呢 可能會幫助了Yuri 甚至許多的這個年輕朋友 建立重新的一個資產跟投資的觀念 所以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邀請到我們最強的操盤手 缺右上老師 韋伯好 Yuri好 大家好 歡迎老師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今天我想Yuri應該是比我本人更興奮吧 對我現在很興奮 因為我覺得上完這一課 我可以財富自由 沒那麼快 這麼容易嗎 沒那麼容易 那那個是 除非是神棍教你的事 就是邁向財富自由更進一步 那觀念會打開 可能今天有機會 說不定患上有錢人腦袋 那個可能比較重要 所以可能今天的節目能夠幫助大家 開啟一個患腦過程的契機 我們要先靜一下老師 來來來 對對對 今天要帶來的特調呢 叫做豬茶淡飯 這杯特調呢 我使用了鐵觀音的柴葉作為基底 再加入了昆布以及柴魚的糖漿 來象徵著平凡人的食物 最後則是會加上海鹽以及荔枝來增加口感 這杯特調聞起來會有昆布和柴魚的香氣 入口時則是會有鐵觀音所帶來的茶香 尾韻的話則是荔枝所帶來的清甜 那今天可以邀請到老師來 是因為老師的這個書再次再版 而且有一些新的內容 就是你沒有學到的資產配置 對 來讓我們美麗的Yuri跟大家再秀一下 來 你沒有學到的資產配置 巴菲特默默在做的是 噜噜噜噜噜噜噜好 在過去大家可能看到在投資 好像是跟一些有錢人比較相近 或者說我們走到了這個銀行啊 或者金控啊 都會有一些是VIP的這一種區域 但是其實在老師的書裡面講 你建立正確的觀念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 我們身邊的人 對於資產跟投資有一個很重要的 正確的觀念 對 多數人欠缺 而且主要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的訊息太多 現代人其實我常覺得訊息太多 好的決策反而太少 不過在開始之前 我稍微要跟韋伯講一下 這個名詞可能要改一下 華爾街超盤手 這2017年的時候 我的成績表現是不錯 能夠擊敗美國標普 那入透社也做了一個訪問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 2016年華爾街日 就是紐約時報 因為巴菲特買了蘋果 那有幾個人被他訪問 那我是其中之一 所以那個時候可以叫華爾街超盤手 可2017年之後 我重壓一檔台灣的股票失手 就摔在水溝裡頭 現在只能變成 改成華西街的喇叭手 哈哈哈哈 好像要噴假鬼而已 所以這個要改一下 不然你下面一堆的人跟你抗議 沒有沒有 所以但是這個也得到一個 這本書寫的時候 你看剛那個失敗的經驗就有連結 過去老師幫助很多高資產的人士 可是今天我們要幫助年輕人 第一個先怎麼建立觀念 從沒有第一桶金到第一桶金 以及有些人就是真的開始賺錢了 以為身上有錢 手就會養 就會亂投資 就會失誤 對 所以我們從零到一 跟如何克服手養 我們要跟老師請教一下 也幫你好好上課 對 基本上這樣子一桶金有時候 你是需要努力的 我們身處在一個叫利益衝突的環境 媒體財經媒體 它會天天要給你一些吸引你眼球的資訊 還有標題 還有標題 對 但是它會吸金 但不會吸黃金 我常看人家它不會吸黃金 因為它很多的資訊 它這個資訊都會讓你有興趣 就像你想想充當充 或者哪一個當紅的產業 它會用這個不停的來吸引你 但我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一般是有點利益衝突 因為如果你採取這個方式 很多產業就沒有收入 所以它很希望你是不停的 像你剛才講的太衝動 會很衝動 我舉一個例子 2014年我寫第一本 2015我寫第一本書的時候 用2014年 我先給一個簡單的概念 你往前推10年 可以賺一倍 2014年往前推就是2003年開始 經過了10年之後 從2005年開始 到2014年的時候 10年了 你可以賺一倍 2014年再往前推20年 那就是1995年開始 你的投資會變6倍 6倍 那再往前推30年 就1885年左右開始 你會變成23倍 Yori你覺得這個成績你可以接受嗎 10年1倍 20年變6倍 30年23倍 如果你現在丟譬如說像剛才我們大概小聊 知道他這個是 他錢多 又有點實力 又有點實力 手又啞 假設你看 Yori200萬 23倍是4600萬 對 如果你是300萬 23倍就差不多 339 6900萬 夠用嗎 6900萬 夠吧 你直接就 你剛剛一直喊要退休 你就可以退休了 對啊 6900萬可以退休嗎 300萬來講 因為剛才我們在聊小資組300萬 他一副不可思議說怎麼那麼多人沒有達到 但現在真的很辛苦 我先給大家先不要犯錯 拉回來 10年1倍 20年6倍 30 多數人其實都覺得可以 達到好的追求生 可是這個其實是真正實實 他就是美國500大企業的實際表現 完完全全的實際表現 這個投資報酬有很多人會覺得很訝異 第一個10年 我先給大家今天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叫 Yuri聽過72法則嗎 我不知道 舒穆空72遍你聽過嗎 這聽過 那你就用這個來記72法則 譬如說你今天要幫助一個人去了解 你知道有些人放銀行定存 銀行定存現在多少 大概隨便抓 我常常會收到一些幾百塊的利息 比例 幾% 幾% 有1%嗎 1% 假設用1%比較好記 有些可能 兩年定存可能到1.5幾也可能 如果1%的話 你用72這個法則 72除以1% 你想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翻倍對不對 就用這個投資報酬去除 72除以172 也就是說你今天放銀行定存 你要知道什麼時候翻倍 要72年 久不久 72年我搞不好都已經 對 都已經在上面變新了 好 在上面跳啦啦隊 好 如果呢 我們國家的現在幫勞退基金 就操盤了 幫勞工操盤的這個績效 大概3%到3.5 最近這幾年表現有進步 但是以前幾年不大 以前拉到現在大概3.5% 我們先用3% 讓你好計算 72除以3 24年 所以有進步了 變24年翻一倍 台灣的005年 你聽過005年嗎 有 那這裡你稍微說 005年就是台灣的前50大企業 對 大概表現是7%到10% 最近表現不錯 但有時候它是在7% 如果7 72除以7 大概10年翻一倍 你有沒有看到 從72年翻一倍 24年翻一倍 再到 7年 10年翻一倍 美國的標普500比較猛 它的平均報酬大概有時候是10 可是2000年到2009年這10年 它不但一毛錢沒有賺還賠10% 但是你要時間要拉夠長 要不然你那個失落的10年一樣賠錢 對 好所以72除以10就等於 7年就翻一倍 好 那我現在要講的 回到剛才講的那個10年一倍 它大概是7.2 20年6倍那個投資報酬大概是9點多 差不多9點多還不到10 30年23倍那個才10.9幾 點11%都達不到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 也有了一個建議設置你可以告訴你朋友的 不需要去玩當衝 不需要去一個標障停板 你穩穩的 你基本上你看這個財富的過程 所以第一個要先了解就是 我會鼓勵你們年輕朋友 先不要買客戶 不要碰客戶 碰那個掉下來不會破碎的橡皮球 像005 50家企業宅一塊 它就很穩 對 就它會下來 會跌50%都沒有關係 但它一定上去 除非中華民國整個都沉到海底 要不然這50大企業 你可以看像台積電8萬個員工 你一買它就在你後面 統一 每天去7-11叮咚叮咚 買個茶葉蛋買個什麼 統一的2-30萬個員工就在後面 你全家一買的話又再加進來 對不對 走到星巴克你看所有的員工 都在自己幹 所以不要去買單一個股 你可以分階段 比如前面10年 拿到第一桶金兩桶金之後 你想學個股再來 那時候你看在股價的東西 股價不會那麼泛打錯 這是我給Yuri第一個 最誠心的建議 所以筆記第一點 買ETF0050 而且要有撐得住 剛剛講到第一個就是0050 或者說假裝要買每一股可是SPY 對 SPY是一個代碼 SPY 它就像是美國的0050 它更多它500價 更強 筆記第二點 SPY SPY 大家可以去關注 投資跟人生我覺得是一輩子的課程 但是在年輕世代 它要怎麼樣的先擁有第一桶金 這是人生的投資的第一堂課 我想要問 第一桶金怎樣才算是一桶 怎樣算是第二桶 我們以前的年代應該算是100萬 可是現在因為通膨跟各種因素 所以老實講是300了 我認為是用我鼓勵大家300 但有100也不錯 100是要股場肯定 但是300有一個最大好處 我就講一個好了 就是300萬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這樣子 用八年半 養一個小孩 一年一個月大概存兩萬三 一個月存兩萬三 兩萬三 大概用0050 就可以達到這麼 但是我會提醒一下 再用一下這個新書用的策略 因為它的 你要安全 因為有些人0050 他還是會失敗 失敗的原因待會我們講 我先講你回你第一桶金的議題 兩萬三 如果用0050 原則上可以達標 他一年大概7%到8% 年均報酬7%到8% 大概八年半 你每個月存兩萬三 那很多人會說 老師我存不到兩萬三 我的收入是22K 25K 26K 現在基本金錢26 會達不到 那我們再用別的方法 但今天這個會比較大 我們今天先不談 先跟你說兩萬六 對 那你放在0050裡頭 假設你可以撐著其他波動的話 那我們要再想一個辦法 讓它波動降低 那這樣子到八年半的時候 原則上會達到300萬 等一下 我 每個月兩萬三 每個月存兩萬三 進去0050 存八年半 對 最好能夠再搭配別的 先用標 0050 先用0050 0050有時候會達不到 2000年到2009年就達不到 不但達不到還虧損 不會達到 但是正常情況之下 八年半會達到 可以獲得300萬 300萬 那300萬有什麼差別 我先不講這個過程 但是你要很前面辛苦 要照顧這個金兒子 他要什麼 金兒子 對 但是八年半之後 達到300萬之後 他突然會講話 講話 會講話 就跟Yori 他這樣叫媽媽 他說今天 他說從現在開始 我小學被你養了八年半到九年 小學差不多三年級 你可以想到一個小學三年級的 小朋友跟你講說 爸爸媽 從今天開始 我要出去外面打工 我一年賺的錢 我全部拿回來給你 太棒了 那你算嘛 300萬如果是8%的話 就24萬 9%的話就27萬 27萬現在就打標 差不多接近那個 大學生剛畢業 一整年的收入 我全部給你 我不交男朋友 我也不交女朋友 我也不交女朋友 我一天24小時去幹活 那你聽了會很感動 哇塞真的假的 但是你要照顧他 前面八年半到九年要很辛苦 但九年之後 那你會問他說 那你能夠照顧我多久 你願意這個 也不能一輩子不交男朋友 不交女朋友 他說沒關係 回報你的恩情 只要你活多久 我就照顧你多久 Forever 那我問你 九年養這個金兒子 有沒有興趣 非常值得啊 他是我一輩子的那個 對 而且呢 這個呢 他還會無性生死 對不對 這個很難喔 我們生物界有無性生死 也就是若干年後 他會變成第二桶金 就600萬出來 若干年之後 又會變第一桶金 會變900萬 又出來 這樣辛苦 這八年超級無敵值得 九年你就把它算 值得吧 九年超級無敵值得 那他 他就是屬於那個有錢人的那個思維 他已經mine set已經打開 我又一桶被遺忘的基金 就是旅遊基金十萬美金 那時候fidelity 可能在國外你知道 他說 這個缺小叔 如果你願意存款十萬美金到我們這個賬戶 我們送你十萬mine 十萬mine 那個mine 那個mine UA的mine 一算大概 來回機票一張沒有問題 甚至國內 亞洲還可以還有一張 那我就 我就為了他那個 結果那時候那個錢我忘記 我忘記了之後 COVID-19我去找錢 才發現說 怎麼進不去 我去查那個密碼 因為進不去太久沒有用 我記得我賣掉了 但是我想我記得還有五六千塊 還有五六千 五六千也要 因為COVID-19跌37% 結果我一打開的時候 我以為說奇怪 這家公司的資安怎麼那麼差 我怎麼害客 害到別人的帳號去 五六千變多少 十五萬六 五五千 對 我就覺得說這一定有問題 我就回去把那個 這不是我的東西 這一定不是我的東西 我就回去看那個月報表 就一張一張下載 我原來是賣掉了一部分 賣掉了星巴克賣掉了一部分 但我沒有全賣 我其實是賣掉零頭 所以我以為我全部賣掉 那十萬塊其實還在 那結果賬到 15萬六千塊 哇 美金 你猜要不要猜多少 48萬 最近又掉下來 因為俄武戰爭掉下來 但現在估計在四筒金 四十萬美金 就被遺忘的一個旅遊基金 直接變成四筒金的感覺 我現在就是告訴你 它會無性生死 前面我讓星巴克替我幹活 所以星巴克大概拉了100多% 後面我把它轉成台積電 那台積電又接棒 又替我幹了一些活 所以現在差不多在快四筒金 三筒多到四筒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一筒金 它會繼續成長 因為一流的企業一直幫你往上帶 但是我想要請教老師的是 這個過程很辛苦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到300之後 然後有個兒子幫你就是賺錢 金兒子 不只是兒子 是金兒子 現在反購兒子不太孝順了 對對對 這個是金兒子 因為我們會常常滑著滑著Facebook 就會看到一些 就是什麼 他還定向投放就可以買 對 然後 網購 沒有沒有 他會跑出很多什麼什麼什麼 股票財經的啊 就是說 謝謝大家 極力的什麼大買某某支股票 然後大猴 然後 或者是有的時候就會有一些新聞是說什麼 很多人下車 然後你就會看到 欸好恐慌喔 是不是自己 你跟著下車你就下車 你要下車 就是常常會有這些錯誤資訊 也就是說你們定件跟原件的資訊 定件跟原件能力都不夠 第二點 現代年輕人比較不願意看出 所以只能片段的資訊 塞給你 那其實 你沒有定件跟原件 你沒有一個系統邏輯 所以你很容易三兩下就當韭菜 對 因為我們很常 我們很習慣看懶人包 很習慣只看影片的highlight 對 所以整本書的就是完整版 沒有看過的 只看到一點點的情況下 就自己去 腦補一些 也缺乏系統思維 對 你沒有欠缺的是系統 那我今天稍微啊 因為難等嘛 我講一個比較系統 通常你照這個做一定賺錢 只是賺多賺少 只是說我剛才講的這個 30年是23倍或者18倍的差別 但是你一定會支付 就要慢慢支付 所以先分兩個 一個攻擊一個防守 就像我書上寫了一個攻擊防守 比如說你姐姐30歲 那就30歲防守 那攻擊呢就70 70呢我們就買兩支ETF就好 不會破產 一個是台灣0050 一個是美國標普500SPY 就這兩個就可以了 講直白一點呢就是把你的 可以動用的錢 就是你賺來的錢 70% 70%放到0050跟SPY 對這個指的是30歲 前提是根據他年紀做防守部位 這樣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 好40歲的人呢 就防守部位40 攻擊部位60 然後把它分成兩個 要防守的更多一點 對對年紀大 防守部位開始拉高 如果這個人覺得說我雖然40歲 可是我錢多膽小怕狗養 那他要退後一步 當50歲狗養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40歲他也可以用50歲的投資組合 更保守一點也沒關係 好 攻擊的兩個部位買好了會了 防守呢你就買兩檔選一檔 公債 債券 債券呢就是跟公司或國家借錢 然後他要時間到位回給你 一個就是美國政府 7年到10年的證券的ETF 代碼叫IEF IEF 或者你想買投資級公債 就是包含了政府包含公司 都有的 那叫BND B like a boy N like a Nancy D like a David Boy BND 這個就40% 所以你就會形成怎麼樣 有攻擊 也有防守 那為什麼他叫做攻擊啊 啊不叫攻擊 我叫 叫 那我這樣講 相較aggressive一點 就不 攻擊就是你會成長 我把他講的 我用籃球的數字 你看籃球比賽沒有 有 進攻的時候是不是在攻擊 要得分嘛 對嘛要得分嘛 你永遠防守 沒有你就要得分啊 你不攻擊怎麼得分 對 打球也是一樣 打球你 你也是攻擊跟防守嘛 一局一局換嘛 你先攻 或你先守嘛 那一定是攻跟守啊 球賽一定是攻擊跟防守 所以我的意思是 攻擊你要做得好 但你防守做得好 對攻擊也有得分 也有防守 獲勝也有防守 所以有一句話 球賽有一句話叫 攻擊得分 防守獲勝 如果你防守棒球 防守得很好 對方怎麼打 都是封殺 那你已經就是0比0 你已經屬於不敗之地了 對不對 你只要輕而得1分就贏 所以防守一定要做好 OK 這也沒有問題 所以買股票是防守 賣 沒有買股票是攻擊 就像你現在進攻 你打全雷打 那個屬於進攻方 是買股票 那可是你防守的時候 假設你的外野 通通都可以美濟華蕾接殺 那就是防守 就是買債券 防守是買債券 對 債券是你人家借 你借錢給人家 但對方借給政府 那他安全 公務員是嗎 那都是一流的公司 所以你去拿只是拿利息 但是不要忘了 股債來的時候 通常債券會上 他走勢剛好會不一樣 對 但是去年例外 去年是股債雙殺 但偶爾殺一下 偶爾你要被他殺一下 沒辦法 你不可能天天都是 艷陽天也受不了 要飄點雨 要不然那個魚沒有樹木 沒有不然我們沒水喝 但大部分這樣做下來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用保守型的投資組合 就是75%是防守 25%攻擊的話 就是75歲的投資的組合 在高科技泡沫 2000年到2003年 台股上下震盪值 那很厲害 很多人殺在阿呆股 很多重點是會殺在阿呆股 2008年金融海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影響 你還小 2008年金融海嘯很多人放五星下 那個震盪下來 高到低也差不多50 年度收在37 但是幅度很大 很多很窄 美國運通卡從68塊跌到8塊 蘋果從200塊 蘋果股票從200塊跌到65 幅度大不大 所以很多人會殺在阿呆股 但是如果用債券平衡的話 75的保守組合 不但沒有賠 而且還賺錢 因為債券會上去 所以這是屬於我們這個年代 就是30歲左右的人的投資以財方法 但是我覺得像30歲的人 應該跟我一樣都差不多面臨要買房子 因為像我就是租屋的人 那如果想要買房子的話 我到底這一桶金是拿去做這樣子的規劃 還是拿去買房子會比較好嗎 大家尤其是這個華人有土私有財 大家都覺得好像一定要房子 有一些其實我還認識很多高資產的是 他沒有一定要買房 因為他可能他用他的所謂投資的所得 他可以去租非常好的 租金好的豪宅 他還可以換房子 所以這個觀念 所以這個觀念可能也跟老師討論一下 年輕人要不要買房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會鼓勵大家有低桶金的時候先不要買房 300萬的時候先不要買房 把它當作你的左右付房 你金兒子願意為你工作一輩子 對不對 所以你讓一流的企業台灣50家企業 美國500家企業 買房子 你可以這300萬你都可以 你可以用100萬去當投機款 就預售款 開始進去 基本上因人而異 但是正常情況 內桶金不要賣掉 內桶金是寶貴 一直跟著走 就是第一桶金一定要先好好的存下來 做一些利財 你心理壓力不會那麼大 而且他是左右付房 他幫你擋人生的風雨 他可以抗那個通膨跟房價漲嗎 對可以啊 對不對 你看嘛 我們幫你問 所以他那個是有錢人的 有時候思維是他寧可賺的錢 他可以隨時住好的房子 而且台灣租房子便宜 買房子相對貴 跟美國反過來 對 好這個議題啊蠻大的 但是我已經給你一個Hint 就是說 台北地區因為新北房子貴 所以我認為一定要緩住 但最好都是緩住 最多拿300萬 拿個100萬去當投機款 預售屋 比如預售屋 2%的話 100萬有時候可以買到 七八百萬到1000萬的房子 預售屋 我講的預售因為四五年嘛 對 那你這段時候再慢慢存 那這樣子就可以生活堅固 請記住 這一銅金是你的人生左右不保 幫你去擋風擋雨 好不好 不要一次就通通出去 但一個原則就一定 資產配置要學好 會有攻擊要防守 大部分你光買0050 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下渣50的時候 你那個300萬下渣到50% 跌成150的時候就慌了 一樣會吵架 一定要搭資產配置進去 那詳細的內容我還是建議 看書 看書 你不看書說我這個 花了幾百個小時 怎麼可能會用一個小時 厚厚的一小時 在閉關的時候 把他的人生精華形成 這本書還有什麼好處 你看這麼厚 已經到500多頁 他除了可以適合你閱讀 他有三個功能 還有阻止他出去外面亂花旗 不不不那個是第四個功能 哈哈哈哈 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書值得讀 第二個這份量已經到500頁夠重 你看到這個老鼠張蠟 一把人過去一定是10 這是功能之一嗎 對第五個功能 第三個冬天吃火鍋的時候怕 用到桌子可以當鍋墊 對 第四個是你剛才講的這個什麼 就是你在這邊認真看書 就減少出外在消費 那是第四個功能 那我就不 那個就不是我在那個的 所以你可以看這本書 坦白講如果不買也沒問題 到成品書局好好看 看完的時候賺到錢 再回去給人家買兩本 一本送給人家 對老師真的是很有遠見 我覺得今天老師來要 跟大家分享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有長線的思維 然後要有系統的思維 還有你這個就是 配置 攻擊跟防守 一定要 然後沒有心思 沒有每天去看盤的時候 0050跟SPY 就夠了 然後債券的配置 以及買房子的時間點 沒有一定要很照鏡 希望今天這樣子跟你分享 很棒 好不好 我們要再敬老師一下 敬老師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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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人生智慧 然後財務的觀念 這是你買房的timing 還有重要的 你人生幾顆球 對 工作可能會彈回來 但是你其他的玻璃球 要好好的合戶 韋伯不錯 韋伯很有貴根 那一講他就通 這個一講就通 所以你可以去當華爾街操盤手 我到華西街去當喇叭手 我去當喇叭手 對 鼓手也可以 鼓手也可以 好 再次感謝老師 然後也幫助了Yuri 還有所有的觀眾朋友 對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好 謝謝老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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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